大家好,來到上午11點26分 還有不夠半個小時就早市結束了 看看港股的最新形勢 恆生指數小時圖 連續兩支陰燭暫時錄得 即是今早開始後 一路向下走 舊經濟股呈現回套 這樣大家預料了 關鍵就是 這個低位 我和大家看看 這個低位 關鍵就是前跌浪的低位 應該是紅色的字 清楚是不是 這個是26082 這個是26042 沒錯 關鍵就是26042 會不會跌下去 暫時就是26138 如果跌下跌就正式確認 由這個低位起的升浪 即是一浪高一浪的局勢 就結束 這就是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現在 主要技術分析指標 就是SAR 就是SAR 利好 SAR 出現了極點高位 過不了 現在就向下走 所以都不要說沒有機會 跌穿 是有機會的 一跌低就行 不用跌穿 不用正式跌穿 SAR 就好 其他全部淡 即4個淡一個好 形勢是向淡的 國企指數的小時圖 情況就好很多 跌幅 沒有那麼大 跌跌落低位 還挺軟 指標方面 也是4個淡一個好 國企股表現 今早是比 藍籌股好些 紅籌股又怎樣 紅籌股經過之前 一輪急升之後 呈現一個正常回套 還未見到SAR 指標是2個好 3個淡 偏淡 即時形勢 看看會不會出過 極點低位 SAR 為後市分好淡 然後我們看第4個指數 就是 今月23日 將會出現 期貨 指數期貨 恆生科技指數 隨便說一說 由於它出期貨期權 所以 我將會在 應該是下個禮拜 明天或者下個禮拜一 就會加入多一個 ETF 在我的 選股名單裏面 即是 證券排行榜選股名單裏面 這個將會是 追蹤科技指數 的ETF 加進去 就會有第8隻正血 即是 110隻恆生 總共綜合大人股指數 加現在7 ETF 再加上這個 就是8的ETF 總共118隻的分析 接著 看到科技指數 就 出了個極點高位 雖然反彈 但反彈後 即使出現了極點高位 就在這裏 因為我後鞭開了好多東西 現在你會見到的 所以 怕慢 7812.50 即是 在12點前 下午2點前 最遲下午3點前 需要出現一個 高於7812.50的時段收視位 否則 市況就會回吐回 試低位 看看有沒有機會 再做第二輪反彈 即是說 A B C 這樣反彈 那麼技術分析指標方面 就怎樣 就是SAR 一個好 RSI STC 兩好 三好 即是三好兩口 是叫編好的 好 我先收下這個圖表 稍後說股票時會有用的 暫時收下 不要再做畫面 不要再做畫面 我就看這個 20大券箱 被動買賣券箱 頭五位全部是外資 掛盤最積極的 Credit Suisse 20大 多數是買賣 騰訊 主要是騰訊 阿里巴巴和美團都有些 其他主要都是騰訊 5大的被動買賣券箱 托價最明顯是中國平安由Credit Suisse高盛負責 壓價是騰訊 有三間壓住 阿里巴巴就兩間壓住 我們順便看了 Credit Suisse 現在的 管路 主動托價 看清楚 主動托價的 中國平安 主動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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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主動托價 主動托價 主要壓價的是這隻 很明顯 就是騰訊 騰訊的股價 OK 我們看完這個 三十三個行業 跟資金性主動買入最多的排列 最多的三十億港元的軟件服務業 頭五位全部都是升的 主動買沽比率 就除了這個不及格 就是 資訊科技器材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 合格的 九五十五比六十五的 就以這個 主動買沽比率 六十一比三十九就是 廣跡 服裝及配飾業 最多 然後再看的 就是 版塊三六零 版塊三六零 我們要怎麼看呢 我就會看指數 指數就是選我們 平時看的那個 恆生綜合指數 然後跟著呢 我看 這個是資金正主動買入最多的 OK 一隻十九億多 騰訊 大反彈 那你見到 升幅十大的 升幅 最多是比亞迪股份 跌得多 反彈得多 正常的 跟著 美團 騰訊的都不錯 都超過 5% 就主動買沽比率 又是立立 美團不夠55比45 不及格 阿里巴巴也不及格 這隻 有幫保險也是不及格的 現在 最好的就是平安好醫生 78比22 兩比方面 全部都不夠2.0 所以今次的升幅 你當反彈 真的當反彈 關掉 關掉之後 說完呢 現在美子期貨 如何先 這個還沒說 還有一個 現貨市場 現貨主板 市場入面 大戶主動買沽比率 又是不及格的 53比47 就跟過去的 平均一樣 錄得資金證 主動買入 未夠30億港元 然後我們去看美子期貨 看看大市 美子期貨 這個 現在是 3548.12 伯利值 四大指數 是這四個 那我看看恆生指數 現在是 偏低 國企 這個 偏低 國企指數 就是輕微偏高 即國企股表現好 南籌股 接著到紅籌指數 顯著偏低 升得太多 回吐 多些 都正常 科技指數 非常偏高 預算了 今早開始 前 我在那一段的影響分析 都跟他講了 你就預算 科技股 表現好些 即比合理值 藍籌股表現差些 全中 證明這個表 很有用 也證明我 在開始前 給大家的 Patreon 分析 亦都非常有用 跟著 順便日股 輕微偏高 上海 偏低 深圳 由於是科技股反彈的 美國 深圳 亦都显著偏高 看看EAS 兩個指數的EAS 現在是26227 以及10593 在10分鐘前 10分鐘前 即是 11點25分 恒生指數的EAS 是26235 即是現在跌 國企指數EAS 是10596 亦都跌 看看恒生指數和國企指數 比EAS 都是差的 代表 市反彈 已經高一段落 今早的高位 已經見了機會 有九成 為甚麼說九成 一定 我不會說一定 因為有機會不是 突然出現了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可以反轉 現在 接著說個別股票 我先收回這個表 個別股票 個別股票的第一隻 我答應大家說的是 騰訊和新手國際 騰訊 看看 現在最高今天反彈 586 元 現在跌下來 581 元 歷史波幅 48 量比只有1.56 不是特別高 跌倒不是低 接近2.0 不是特別高 主要托價的是 大和資本市場 和 中國投資 中信里昂 也有 資金證被動買入 也有接近1億港元 他們平均托價 581.5 即是失手 現在跌到581 5810.5 額價的 Credit Suisse 麥格里 你看金額 資金證被動買入 資金證被動 賣出 看頭五圍 金額以下方 是多很多 全都超過1億 那麼他們在582 個領 平均托價 Tredit Suisse 麥格里 資本 大戶 淡油 取得市場的控制權 可以這樣說 在成交分析 成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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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的自動對盤 1000萬 這隻這麼大的股票 流通市值這麼大的股票 我當然要給它 1000萬港元 以上 總共現在有99宗 那麼多 這批超級大戶 資金證被主動買入 67比33 即是橫 雖然市場回落 升了之後 但是 到現在這一刻為止 11點38分為止 那些超級大戶 都是掃貨的 一路掃貨的 而普通的大戶 在哪裏呢 我們看 這個 資金流行表 普通的大戶 是61比39 所謂普通大戶 其實這個普通大戶 是 加上中戶 100萬元 以上 100萬 以上 61比39 都是 好好的 高於過去5個 平均 加日日 53比47 這個資金 勝主動買入 現在是19億元 看看過去5天 5天的阻力位在哪裏呢 現在是 剛才是 581 過去5個加日日 平合計的 581 600多 不要看 太高了 581 下方的支持 下方的支持 看多一格 是575 還要支持 如果算過去5個加日日 不算今次 兩邊的阻力 多一點 就在594.5 596 左右 這是大家參考的 我未再分析的 在圖表形勢前 我看2313 給大家看印象 2313 新州國際 新州國際的波幅 歷史波幅 20天年度發 歷史波幅 是43 兩比 非常低 0.2 代表今早 好淡 增持 並不激烈 雖然 事故 略有反彈 我只是用略 因為0.7% 最低位 是 132.7% 也沒有試過昨天的低位 這是不幸中大行 看一看 現在托價的最主要 是高盛 和摩根 史丹利 回控這三間 在100 也不多 托價 成交了的 只有600多萬 最高盛 正被動買入 而平均價 134多 暫時 暫時 不太守得住 押價 一家 搞定 1300多萬 跟著第2個 中國國際 只有800多萬 和銀燒國際 只有700多萬 他們的押價 134 左右 暫時 壓力 134 差不多 只要是 你站在 134 0 134 1 左右 134 1 沒錯 134 1 有機會反彈 否則 又會遠多 等第2次機會 這裏 說明了 說明了 成交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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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在後面 好 想成交金額 成交金額 你看 你看 134 是這個 保譚分水嶺 即使現在 134 暫時有支持 1000萬當然沒有 這隻 這隻小不多 500萬有沒有呢 都可能沒有 都是沒有 200萬 看小一點 200萬 都沒有 真的沒有大戶參與 100萬有沒有 200萬可能有 我忘記了 那個 篩選的 事在室之前 500萬 沒有 OK 200萬 港元 或以上有 兩宗 OK 看看 兩宗 比例 超級大戶比例 54比46 都不是很合格 正常範圍 如果看這個 這個也懂得 看這個的 資金流向 2313 即是中戶 大戶 超級大戶加起來 這個 主動買股比率又如何呢 就是51比49 普通而已 那麼 資金證主動買入 就沒有昨天 急跌之後 衝進來買的情況 出現了 一改2800多萬 現在的買股比率 134元 即是好大 分界線 說了 在過去五個交易 合計 134元 要看很低 過了 OK 都是134元 上邊的阻力 其實不算很大 140元 有些好消息 或者有大戶入市 上位140元 是有機會的 不要說沒有機會 139.8 140元 好了 這個看完了 看完之後 關掉 看完之後 我們看 的圖表 我先開分剛才的圖 剛才的圖 我們先看這個 逐次看 先看 騰訊 送燈的次序 這是騰訊小時圖 不過我要改一項 這個有點麻煩 因為這隻股票 所以RSI 在經濟通 HV2上面 不可以是9 因為我 是9 因為我通常 看期指和指數 那麼 先改回14 改完14 小時圖 看到騰訊 反彈了 遇到阻力 指標方面 剛剛出了極點高位 暫時在586元 應該說 2點前 3點前 4點前 看看有沒有出現時段 收視率高於586元 如果沒有 就 恐怕要回落一下 然後 明天才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再反彈 PBC又是那招 我們加通道淡的 SAT 下面 STC RSI 3 1 2 3個好 2個淡 都不抽 偏好 日線圖 日線圖 有什麼特別要看 先看指標 全面利淡 5個淡 這裏 出了一個類似 我們要計算 這裏 是否真正 要計算這裏的長度 新居長度 是否這裏 首部的一半 要這樣看 現在不算 大概 我叫做類似 類似倒轉垂頭 的利好轉向形態 不過由於 這裏不算持續跌勢 所以 輕微差馬 這裏不算是 這裏不算 這裏不算 標準的利好轉向 形態 這裏 暫時是楊竹 今天都應該是楊竹 收市 反彈 大家自己計一計 由這裏跌下來的 0.618 在哪裏 關鍵在哪裏 周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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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I SC 轉淡 三個好兩個淡 偏好 這個真是不理 如果明天收市 還是低於上 上個 星期的開市位的話 開市位是多少 開市位是593元的話 將會出現一個 穿頭破腳利潭轉向形態 月線圖 月線圖 還是很漂亮 不過 STC 仍是%K 站在%D上 RSI 仍是搜到 5個月的平均線上 全面仍是利好的騰訊 仍是利好的 不過 有機會 今個月 時間長早 到月底 現在看形勢 維持到月底 就會出現一個 新維六格 利潭轉向形態 講完了 就講2313 新洲國際 這段分析非常長 我還未講完 不要緊 大家午餐時間 慢慢看 這段分析 這個 小時圖 小時圖 全面向淡 RSI RSI 是偏好 搜到5小時平均線上 RSI 即是4個淡 還未衰得 反彈 不利 暫時 橫行巩固 之後 究竟再彈 還是怎樣 裂口 小時圖 小時圖 全面向淡 很差 特別是這個位置 已經跌穿了 之前的跌浪低位 一浪高一浪的形態 已經確認被破壞 之前的跌浪低位 是132.4 應該盡快回到132.4 才叫做有雲霞 有雲霞 看多少呢 看這裏 高位 147.1 跌下來 跌下來 昨天的跌位 130.1 0.5 0.618 先看 不要太貪心 中線 亦有機會出現 穿頭破腳 看明天收市如何 明天收市位 會不會 成功回到 上星期的開市位 即是134.9 就算回到上邊 還要看看 回不回到 楊竹新區 中間位 即是 括弧 134.9 加142 六山 括弧取義 那個位上邊 因為如果回不到上邊 就算不出現 穿頭破腳 利淡喘硬形態 都會出現 烏雲蓋頂利淡喘硬形態 主要技術分析指標方面 就是 看看 出了 SAR極點低位 暫時 130.1 就是 一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兩個 好 即是偏淡 最後 看看 長線分析的 月線圖 月線圖 就是 上個月 和今個月 現在 都會出現 這個叫做 射擊之星 利淡轉量形態 形勢就真是不理想 那麼 我們是147.1 暫時當成一個中期升浪頂 就安全一點 先大膽加設 然後小心求情 不過 主要的技術分析指標 依然全面利好的 所以長線投資者 不用那麼害怕的 落回來 例如由這裏開始計 升到這裏 0.5 0.618 或者由這裏開始計 升到這裏的 0.382 0.5 都是一個 很好的長線 吸納機會 但到時 什麼時候吸納不到位 當日看訊號 看日線圖 是不是開始轉好 有機會轉好 有大色情轉好 就可以入市 最大的支持位 不用說 這位一定 跌得過 就是117元 看清楚左右 是不是117元 沒錯 117元 講完圖標之後 那就是做什麼呢 好 我現在就嘗試跟大家 將 現在的股價 11.50分 鎖住它 鎖了 鎖了之後 我先看看 現在的 中線排行榜 這個答單順便給大家看 答單給大家看 就是 看看所有的 即是我的選股 名單裡面 現在的中線 長線的排名是如何 方便大家吸入一些 股票的 即是說 我還沒買夠貨 吸入一些股票 買什麼股票呢 又是跌到下面的屏幕 又是踏上來 有點煩的 放大它 好 先看中線 中線現在是這樣 後11隻最值得持有的股票 我不會逐個讀 大家自己看 同一個所屬行業 是持貨量 就看這一行 P那行 持貨量 合式持貨量 P P 自己看 你要換畫 或者你不夠貨的 要買貨 優先級落 就是這些 優先級落 11隻買哪隻先 排名的股票 排名的股票 E那股票 不是 F那股票 先買這隻 1號 第1 第2 第3 順次總買 假設你沒有的 有貨就不用買了 這個就是中線 長線 長線 10隻 這10隻 OK 持貨量 是這個 建議持貨量 優先買賣 是 E行 是E行 這個就是E行 因為講長線 行不行 好 講完這裏 我先關掉它 因為這個很雅定 好了 回到我這一個 今早給大家看過的表 這個表給大家看過 上邊一個 我假設 那些焦點 估了10隻 現在的表現 看看 美子期貨是跌的 合理值 這10隻股票 這10隻證券 證券 是這個 現在有表現榮辱互見 偏高的 我說的 不夠2.5% 就不要看 無論偏高偏低 沒什麼意義的 有夠的 有很多隻 最多夠的 就是美團 證明今天大戶 撲出來買美團 很積極 搶上來 非常積極 第二積極 就是騰訊 因為夠5% 而不夠5% 都值得我們留意的 開始留意是什麼呢 就是小米 和吉利 他們的反彈力度 有機會延續 我們就看了 教大家看了 這個也是 昨日收市 20年度發 歷史波幅 哪些股票 波幅大 風險大 大家知道 6%是幾來的 小米 然後 相對 你看到 標準普爾 500指數是22來的 而我們的 指數 科技指數 已經升上41來的 恒生指數 國企指數 19 20來左右 再做多個表 這個表 就是說這10隻股票 如果我現在持有中線 因為我建議大家 多數是 做中線合適一點 做中線投資合適一點 如果你持有10隻股票 要怎樣做呢 在這一刻 如果你要做的話 我就不建議這刻做的 我建議是 明天 最快都是收市前才做的 不過我假設明天收市了 怎樣做呢 看看 根據這個的排名 11隻之中 剛才11隻 或者 17隻 因為 橙區也有6隻 我還可以繼續持有 看一看 依然只有這兩隻 可以持有 匯控 和太古地產 其他全部都要換碼 在星期五 或者下個星期一 中午前 最遲 收市前 除非 它的形勢 突然間大幅再喘好 但另外附帶條件 就是這三隻 我們 這三隻 我們是不換的 因為這三隻 美團 好像流了一隻 再來一次 吉利汽車 1隻 騰訊 小米 小米 新洲國際 和美團 至於沽哪隻呢 如果這個情況 就是明天 收市前 或者下個禮拜一 開市的時候 視乎你是偷步做 還是等星期一次做 優先要沽 排第10位 因為只有10隻 新洲國際優先沽 第2隻是騰訊 剛才我剛剛分析了那兩隻 大家密切留意這兩隻 如果你要看第3隻 是 美團 OK 就是美團 這三隻最差 好 這段很詳細的分析 就完了 我都準備食晚宙了 食完晚宙之後 才再 開始 做事 做什麼呢 就不是 再錄音了 而是 準備 開始準備 星期六的研討會 的 講義 電子講義 因為這個電子講義 所有的出席者 我是會 在星期五晚給你部分 然後星期六上午 是會預早給你電子講義 其實大家不用印出來 放一個電腦 平板電腦 手機到時可以 你不帶也可以 你不放五下 再現場 我會有四個螢幕給你看 好 那就是 我都不知道現在 那兩個位置 滿了沒有 沒有看 因為只剩下兩個位置 好 要跟我一起研究 這個港股 未來一兩季的 套利策略 星期六見 多謝各位收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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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